跟志偉一樣 其實我旅行 我其實看起來說 我都是什麼清水市 金閣市 銀閣市 我都去 其實我最喜歡逛他們小巷子 那個小巷子 他們的那個人民真正的生活 我才發現說 我原本印象中的京都 是個進步的城市 所謂的進步就是什麼 高樓大廈 摩登 現代 不是 我就想說奇怪 這裡有的比台灣還要落後 其實京都的部分你會發覺說 它有現代的地方 但是它不會跟傳統的地方相衝突 很濃洽的 你會像大阪的部分 它是很現代化的城市 可是你來到京都以後你會發覺 它的現代感跟它的傳統 是融合在一起 問題是你們帶團去京都帶什麼團 不就是去看那裡 看廟啊 廠院 看廟啊 看完呢 看完以後就去吃料理 好 料理也好 就往別人 就往下一個城市去 對 所以很可惜 京都真的很適合下來走 就是漫遊 慢慢的走 其實像這一次我帶冰冰姐他們去的 有個現象我們也下去走 為什麼 搭車人太多 但是你會發覺 反而是我們很喜歡去走那個 就像鄭大哥講 我去走向道 小向道那些店家 你會發覺有些奇怪的小東西 這個東西不是我們 很特別 像那個筷子 筷子做一個斜斜的 因為我們的筷子放下去 不是會沾到桌子嗎 會沾嗎 你放下去它是斜斜 沾不到桌子 很特殊的一個東西 我在那裡 一天平均 至少我最怕10公里 10公里 我走破一雙鞋 你走破一雙鞋 我住一個月 有可能 我真的走破一雙鞋 如果像鄭大哥喜歡走路的話 其實像京都清水寺很有名 清水寺我最建議大家去的時候 是早上的6點 因為很多寺廟其實早上8點10點才開門 清水寺算最早開門的 你可以6點的時候去逛完清水寺 出來大概是8點 8點觀光客才準備要進去清水寺 那邊都沒人 對 所以你就可以慢慢的延二年版 三年版 然後不太有觀光客的狀況 你可以慢慢走這些老街道 一路往南邊走 然後你可以走到寧寧之道 那到半路的地方 有一個路一定要記得去 叫石坪小路 石坪小路它是一個彎彎曲曲的 然後兩側全部都是京都傳統的老房子 那這些房子裡面有的是咖啡館 有的是料亭 有的是賣一點小東西 你可以慢慢在那個地方走 感覺非常好 而且你其實應該介紹一下京都的老房子 京都的老房子 可以看得出來 我後來我那年到世界各地的時候 我就發現房子的建築都不一樣 它有一些歷史的背景 是因為跟稅收有關係 京都老房子的門都很小 其實注意看門都很小 因為當時在幕府時代的時候 他們課稅是用門的大小來課稅的 然後我在墨西哥的一個 叫Merida的一個城市 他們窗子全部都封起來 我說為什麼 可是那痕跡都在 因為他們曾經有一任統治者 認為窗子多的人要多付 因為他可以聽到美好的鳥叫聲 大家就把窗子通通封起來這樣子 對 然後我在溫哥華住的時候 我就發現 為什麼車庫不連著房子 他們美國的車庫都連著房子 溫哥華沒有 溫哥華比較老一代的房子 車庫跟房子是一定要有分開的 分開 因為如果你連在一起的 扣稅是連房子 算在房子的坪數裡是扣稅 如果你分開的話 車庫那個是不扣稅的 跟稅制有關 跟稅制有非常非常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建築跟稅 真的是可以 你們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它一定有關係 很好玩 OK 美燕姐講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出了好幾個地方 就跟我們直接一模一樣 他們日本它就是 那個叫土壯 那個就是 很酷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這個 我們的天嶺是 一路吃 對 因為其實京都 其實是一個滿好玩的地方 不管你是跟團 然後就是 我覺得沒有去過的人 可以一開始可以跟團 去試試看 然後去體驗一下 一天 因為你一定會覺得不夠 然後那不夠以後 你開始慢慢自己 就是準備資料 然後開始去自助旅行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在廣告公司上班 然後他工作壓力非常大 結果後來鬼剃頭 結果他的老闆 就跟他講說 那你休一個月假 然後他就 休一個月的時間 他就到京都去 結果就好了 他就完全的放鬆 然後每天去研究一些 就是不管是房子 或是一些設計上的東西 然後回來之後 在創意上 有很多很多的經濟 我差一個話 我建議自由行 很快 Safe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啦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就像我們說 就像我們所講 每個東西 一個城市 所以是在有的人說 我去 我有個意味不通 我要走 我跟著團 我跟著就像我們常常帶 帶了客人以後 他自己會再去 他就變成自由行 你那個體驗一下 就像天寧所講 你去了跟團以後 發覺這個地方 就像鄭大哥講 我應該自由行 我才好走 你想看 我想要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想休息就休息 一天走10公里 你說一般帶團怎麼可能 剛剛講到吃 美人姐跟我介紹的是 大阪車站前面的迴轉壽司 其實我這個是京都塔 京都塔在京都車站 京都車站頭前一間迴轉壽司 我聽錯了 我以為你講的是京都車站 我就去找 美人姐介紹到這一家 就在那裡了 你跟你的團員講說那家是我介紹的 團員就我們家四個團員 我不是說你的團員嗎 我們四個啊 就在那裡了 在那裡我就說 今天不設限 吃到飽 不設限 完了我知道他要講什麼 這樣啊 喔 實在說他的肉 他的食材夠新鮮 我迴轉壽司不新鮮 有些迴轉壽司是這樣 讓你攝兩小時還要再攝 其實都生菌素都過了 但是他很夠新鮮 我們那天第一枚就要打 余美人的營養 余美人營養 余美人營養兩個小孩 和他們公子和他四個 那當時兩個是五歲喔 五歲喔 跟他們結三十 為什麼 三十五碗 三十五碗 為什麼有人主持人臉那麼大 因為我哪有一個人記得 你如果說對不對 我也一樣 我喜歡吃你記得 我要拍這張照片是說 在車站的旁邊 有一家叫回仙 喔 因為真的營養 結果吃的 我那天吃三十四碗 老實說老闆 差一碗 差一碗 沒破 沒辦法 你們四個人才吃三十四碗 但是你知道 我們叫三杯大杯的米蘆 還叫三杯清酒 熱清酒 不知道怎麼配的不夠讚 最重點是他那些芥末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 他那些芥末吃下去 會偷偷他講 你看看 他有夠辣 好 你知道我 我兒子跟我女兒 連續要求 爸爸明天再來 我說好 隔天說 爸爸我們明天再去 我說好 到第三天說 爸爸明天再去 我說好 第四天呢 他說不要爸爸不要再去 我吃到最後 吃到四十幾碗 你來想看看 喔 芥末你知道 我啦 我 我都拆幾包 你猜猜看 芥末啊 我一餐都拆十包 哇 我很喜歡那種芥末 刺激的感覺 他那些芥末城的拖樓 是真的有 不是沒有 哎呀 在那邊胖幾公斤了 你才九天啊 其實 害人不淺